我呢是老杨 但你们别误会 我不是那杨树林 那小人不咋地有点飘 我呀叫杨明 也别误会他 我也不是那个篮球教练 我师父长得比他帅呀 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 搞了一辈子科研 研究出不少东西 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 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 但是呢 我心中啊 始终装着一个人 装了三十年 你们说我专一不 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 这不是吗 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 就给我来信了 说今天要来看我 这就证明了一句话 叫好饭不怕晚 对不 我多亏啊 我多亏啊 都准备好了 要不然呢 这事还真就麻烦了 这就来了 哎呀 谁呀 艾伦 哪个艾伦呢 烧烛炉那个宋艾伦 老宋头啊 对 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我没在家还来得及不 老杨你如果要这样事的话 你信不信我把你传成个球 要给你扔锅炉里头接 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 我没有探讨明白我再来问问你 那个量子纠缠呢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 谁会明白呢 你赶快开门进入 我今天吧确实有事 二一个那个我家门坏了 你赶紧回家吧 那我回去了 你回去了 行 这谁叫老太太呀 找谁 找老杨啊 没哪家 上俺家去呗 俺家乌云老婆给你出小子事 上俺家走 你记不住老太太这个诱惑 咋的不让我进屋 这是进屋藏老太太啦 警报警报 有不明生物闯入 有人 老杨啊 你说你不要我进屋 我说不定有人嘛 给哪呢 主人 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正在靠近 危险 给哪呢 你费的咋 干哪呢 可这呢 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 是他说的话 还想跟我进屋藏老太太 挺好个老头 人事让你给说崩了 那他也不能说我不明生物啊 说我白说我帅 我啥都能忍 你说这个的话我忍不了 我得揍他呀 你等我说一句 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 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 你快关一声嘛 这个到底以为你拎怪臭豆腐来的 你 你给他按鼻子了 按什么鼻子 你要没事你赶紧走 有事你知道吗 这样玩啊 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 屋里的一切他都能监测到 你就别在这插乎了 你赶紧 不定 你再控制控制我看看 你看你这个气儿当 小助手 关闭窗帘 好的 小助手 打开窗帘 好的 小助手 在呢 把楼盖收开 对不起 没有土工呢 你干啥呀 老松头啊 你上这来拆迁来的 走什么房子 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 我这也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接触 给楼盖 找个样子 掉下来 刮我抱住他 来跟英雄助老太太 老松啊 你说你这一天 你说冬天烧锅炉 夏天种点地 你没事啊 多关心关心农业 小助手啊 在呢 你给他讲讲我们辽宁的数字农业 让他听听 好的 现在数字辽宁 数字农业 足不出户就能够创造财富 农庄全面数字化管理 整个农场 智能小助手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而且随时远程操控哟 妈呀 都是真实数字 那农场现在啥样了 正在汇报农场工作相关事宜 无人机已经完成撒药 鸡舍全部投放饲料 骨仓正在烘焙干燥 所有物品安全送到 妈呀 而且他说话一趟一趟 妈呀 还跟一眼一眼 我说你吧 你说你成天上我的 纠缠我来 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 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 怪你找不着老伴吗 老杨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 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 都像你这么样努力 这不都成你了 还能嫌你 那老杨业余的时候 他关心点啥呢 正在搜索主人 关注此信息 听听听 美女机器人 大肠头老太太 老肠五老太太 哎呀不知道 琵琶老太太 特别老太太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家说啥呢 你 说话了 你走 哈哈哈哈哈哈 这家伙 老太太开会了 哈哈哈哈 各种老太太 哈哈哈 大肠头老太太 哈哈 肠头老太太 还有起玩老太太 哈哈哈哈 他在等谁呢 再等一个老太太 不要 不要 丢眼不 这不是我发现了 行行行行 说这老太太是谁 行了 我也就不瞒你了啊 我等那个人呢 我也没少跟你捣过 英子 三十多年那个呀 对 这不嘛 他给我来信了 说今天要来看我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 平时吧都挺好 见着别人而已 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 唯独我就是就是从小就这样 见着英子就提这名我的嘴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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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说话就费劲表达不清楚 所以说呢 我把我想说的话呀 都存在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里边了 今天他要来呢 不管他那边啥情况 我把我当年想说的话呀 哎让他帮我表达一下 就完成我这个心里边这个愿望 啊 他真让你设计这么厉害呢 那时候不 他能经得起考验吗 你可别在这考验你赶紧走一会儿 人家跟他道了 你听听我的啊 哎 我问了点题他能回答上来不 你这样啊 你问问题他如果能答上你赶紧走行不行 行行行 快点快点 我 小就手 在呢 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 五连问像九连环那么难 我问你 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 凉品隔月水半了还叫凉品 被门挤了的盒头吃了还能不闹 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 肉色的湿袜穿我腿上 还算肉色的不 哈哈哈哈 请回答 小助手正在分口的暗 小助手有点懵圈 小助手核心所见过乐 小助手自闭中 小助手要坏了 小助手冒烟了 哎 什么时候 哎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冒烟了 害怕 老洋 老洋 怎么坏了 怎么坏了 咋不爆炸把你崩毁呢 我又陪不起啊老洋 过来 是陪他的事吗 啊 哎呀 你说我一会有多大事你知道吗 我就这点话就存在里面了 一会人家来了我 我说出来我咋找啊 我听你说呗 你能说明白啥呀 啊 老洋 你这事你真得知我 他听你说不行 他是机器人 他代理不了人家情感 怎么再说了 你想想 你俩三十多年没见面了 那现在死不定长啥样呢 我一咋就外挂裂枣了 你给我死个眼神 我领的厨师 吃着你咬就给送走了 就完事了 你眼睛 别害怕 别害怕 哎呀 不行 我不行 我还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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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稳住 老兄 稳住 有我 有我 你啊 我还记不 帮你送快递的 你 哎呀 问问 谁呀 是老洋家吗 我是鹰子 我是鹰子 老洋 你老洋啊 完蛋呀 喂 你怕啥的念 哎呀 你三万不得念对吗 我赢了 他赢了 我就说 我说过来 哎呦 醒我了吗 坐点 坐点 不是 没事 你往回就圆了 我说不定 我说 修机器 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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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请进 你好 你好 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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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 听声音 是不 是 是 我抓紧 抓紧 请进 请去 请去 你是老洋 我是老洋 老洋 他大女儿 他大女儿 变化不大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出门跟个人 再问明白了 我现在在上手 要不容易吃亏呀 老洋在家吗 老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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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听着 语言表达也没障碍 刚见你就有点紧张 别着急 你先不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 你先稳一坐一会儿 好好 老洋 老洋 那个也是到了 都先给我来个拥抱 哈哈哈哈哈哈 别让我把他带一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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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几年没见面 老洋 你还好吗 过个手 挺好 哈哈哈哈哈哈 挺好 谢谢 谢谢 坐坐坐 坐坐 坐 坐 这一半挺着热 还行 没事 不说挺挺辛苦 是不 不辛苦 吃有水果 啊 把他觉得 我不吃 谢谢叔 哈哈哈哈 老洋啊 你快说话吧 你再不说话 一会儿我就跟我 我叫爷了 哈哈 咱俩平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大哥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老洋 扔了 他说扔的 他说鹰子 他舌头有毛病 小时候管 胸扔开 胸扔 哈哈哈哈 没事 你别高兴 慢慢说 这么多年不见 你挺好的 他说这么多年不见 你挺老的 啊 挺好的 挺好的 啊 我说能不能 别帮倒门 他说在七盘山 给你买个房呢 房子不重要 我自己有 哈哈 你别瞎翻 行不行 他说前面这买个停机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三十多年份白努力了 他说抓紧要个小baby呀 挺好的 这墙吧 哎呀我得忙 最少能要杀呀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杨 你别到这边 行 不要 明尔康我给带 啊 灰山 马瑞 好男粉 我给他喂上 擺胖擺胖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大哥呀 你可太幽默了 啊 买粉都给选好了 哈哈哈哈 我又没喝到 你应该长得傻人啊 哈哈哈哈 大哥呀 谢谢你了 你不用替他翻译了 我是最了解他的 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 是吧 他说的我都能听懂 哈哈哈哈 大哥哎 我想跟老杨单独沟通会儿 方便不 方便 谢谢你啊大哥 你看人家 这人老客都有水平啊 嫌我多余了 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如 然后我还叫不出来 啥 这您这是高人 老杨 你咸咸 这我不参与啊 没事大哥 老小明 小明 小明 谁的名啊 是我的小明 你小明 那可真是小明 你一点都没变 还是不敢看我 唉 你说这一转眼 三十年都过去了 你说怪不怪 我就到现在 那做那梦啊 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你看 还在梦着你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 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 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 是你放的吧 是 不出个证 每周五 我放盒里都多一个咸牙蛋 也是你放的吧 是我放的 四个证了 还有我那自行车 车胎没气也是我放的呀 真逃 哈哈哈哈 听来 你还挺逃的呢 我都出到市里面 你不就是为了想跟我多待会儿吗 妈呀 你看你不爱科学雅 你要过来就这么多招呢 你真行 现在想想那会儿可真好 小明 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 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 大妹子 你落到这儿 哥再回去做会儿行吗 行 大哥 我听明白了 他对你这各种好在你心里头重心了 是吧 然后突然来个不识而别 晃谁呢 你那不打算跟人藏出 你对人好干啥呀 你这是啥人事呢 我转学不就是 因为我家搬家了吗 他搬家 你撒谎 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 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喷水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报仇来了 这三十多年呐 泼得开水吧 年假来了 这是报仇来了 为生泼水干啥呀 不是大哥 老杨 你跟大哥说 哎呀这都三十年前的事了 还有必要说吗 别说了 咱都这个岁数了 有啥不能说的呀 你说不说 不能说 说 都我说 今天就当时情感类栏目 我是主持人 大妹子 都我说 行 好不好 大哥来 我跟你说 嗯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小时候啊 有个毛病 爱喝水 那女人都水落的吗 我还记得 当时正在上课呢 我举了三回手 老师也没看见 他看见了 正常来讲 给你打一杯水 让你一喝 你能记得一辈子 对吧 结果你咋样 拿一杯水都破你脸上了 为什么呢 不是大哥 我当时那集 那集哪集 不是那集吗 那集 哪集呀 咱就不就说这集呢吗 你俩的情感世界 是一集一集来的 我只算不现在聊的集吗 我那集不是你那集 我那集 你那集跟我那集 咱俩不是都一集吗 他在哪集呀 我想听结局 那怎么还得通了 不然办个VIP呀 看你这个屁 能听得问人话不 那集 就那集嘛 着急上这手 举三次手 老师没看见 结果他尿裤子了 我一盆水泼在身上了 帮他解围了 结局了 听明白吗 哎呀妈呀 哎呀 对老阳啊 那集咋不找出的 我就等着看这一集 你说同样的故事 发生在我身上 结局就不一样 上学的时候 我前作业 做个小女孩 也是这一集 你说我咋处理的 咋处理的 我给举手各老师了 你说你这人事 结果这集啊 子爷聚中了 眼睛就转绝了 老阳啊 太感言了 我这集不重要 你们记得老你们这集 我老 哎呀我的天 老阳 你知道我今天来 来干什么吗 我就是想当面 跟你说清楚这个事 我当时年龄小 怕丢人 不敢说出真相 就因为这个事 让老阳受了太多的委屈了 他为了保护我 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都觉得他是坏学生 甚至有人 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我听话我还以为他有病 这个事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 你说完了就得劲了 对 我现在轻松多了 是不是 老阳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说一 你说眼睛都表达那么多了 你一天赶紧眼睛说眼睛哪 你眼睛俩正用呢 你眼睛说这破案啥用 小助手更新完毕 你重新启动 哎呀 你可算启动了 你再不启动 我就一动不动了 我就完了 老阳要说啥 你可现在说出来吧 我现在我啥也绑不上了 没说 英子 一想到要见你 我就紧张 当你面 我说不出来 总有人说 一眨眼是一天 一回头是一年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当年 我转学 以为都放下了 可三十年了 我怎么也放不下我对你的情意 一闭眼 就是你上课时 专注的眼神 一睁眼 就是你在操操上 跳披荆的身影 一抬头 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 一低头 就是你给我的 那个馒头 这辈子 你是我的全世界 老阳 谢谢你 其实你知道吗 我整整盼了你三十年 也等了你三十年 我希望从今以后 我们都能够面对 内心真实的自己 不要再留下遗憾 你的意思我听懂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 想亲口跟我说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快点人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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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躲了你三十年 其实我也盼了你三十年 难得 我们都这个岁数 心里边啊 还能保留着 当年的那份春日 人生的那几十年啊 一转眼就过去了 别留遗憾 该做的得做 该说的话 我得说了 今天 我就想把我心里 埋堂多年的这句话 对你说 你知道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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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你刚开眼 帮我找一个 你的形象太差 够呛 这事 就已经都得了 小猪小 在哪 我 我操脸管什么 好的 我走了 大哥 我们回来 回来干啥呀 这快过年了 咱们一起拍个抖音视频吧 对 没准心给你划了个老太太 真的